詞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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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最愛唱出的歌 愛唱出的歌 心歡喜呀 零快樂 零快樂 唱的烏雲泉消散 唱的中丹都交脫 唱的聲鈴來攪拌 我的心那不再刻 我的心那不再刻 我最愛唱出的歌 愛唱出的歌 從早到晚了 呵呵呵呵呵呵 唱的春天白花開 唱的夏日洋漫薄 唱的秋季過滿月 唱的冬天心暖和 唱的冬天心暖和 我最愛唱出的歌 愛唱出的歌 心裡樂的沒法說 沒法說 唱的失戀能忍受 唱的秋季能勝過 唱的天賦更喜歡 恩惠慈愛隨著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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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愛聽我的歌 歌 歌飛到三層鐵 我淋隨著過銀河 叫一聲阿貌洗淚流 風聲的煙息在等候 我 天師的來福是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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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利路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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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唱赞歌 叫一声阿爸洗泪流 丰盛的烟洗在灯口 我最爱唱主的歌 爱唱主的歌 我最爱唱主的歌 爱唱主的歌 我最爱唱主的歌 爱唱主的歌 弟兄姐妹早安 很高兴我们今天又在晨星时光 要一起来默想神的话 在路加福音1章37节那边说 出于神的话没有一句不带能力的 但愿今天神的话语充满着能力 在我们的生命当中 让我们因着今天神的话 我们因着经历到神的能力 我们的生命可以与神对齐 我们的人生可以与神对齐 好让神的能力在我们的身上显得完全 我们先一起来祷告 主啊我们到你的面前 向你献上感恩跟赞美 因为出于你的话没有一句不带能力的 主啊我们圣愿你的大能 你的全能 在我们的身上显得完全 让我们有能力 让我们的生命不断的与你对齐 好让你的大能在我们的软弱 在我们的生命显得完全 彰显你的荣耀 施恩带领以下的时间 让我们更多认识你的话 明白你的话 马可福音十章一到十二节 那我先读今天的经文 马可福音十章第一节 耶稣从那里起身 来到犹太的境界 并约旦河外 众人又聚集到他那里 他又照常教训他们 有法利赛人来问他说 人修妻可以不可以 意思要试探他 耶稣回答说 摩西吩咐你们的是什么 他们说摩西许人写了修书便可以修妻 耶稣说摩西因为你们的心意 所以写这条例给你们 但从起初创造的时候 神造人是造男造女 因此人要离开父母 与妻子联合 二人成为一体 既然如此 夫妻不再是两个人 乃是一体的人 所以神配合的人不可分开 到了屋里 门徒就问他这事 耶稣对他们说 凡修妻另取的 就是犯奸淫辜负他的妻子 妻子若离弃丈夫另嫁 也是犯奸淫了 今天的经文 第一节一开始说到 耶稣从那里起身 来到犹太的境界 并约旦河外 我们知道其实在 昨天之前 也就是说马可福音 从第一章开始 一直到第九章 其实耶稣他的福音的大本营 本来是在加利利地区的加百农 所以耶稣很多的福音的工作 布道的工作 医病等等 传天国的福音 都是在加利利的地区 那现在从第十章开始 可以看到 已经越来越靠近耶路撒冷 因为他已经来到犹太的境界了 因为我们也知道耶稣在耶路撒冷 也就是后来耶稣在那里 要将被钉在十字架上 所以从第十章这边开始 耶稣此后的行程 其实就有一点是预备了 走十字架的道路 所以你就会知道 当越来越靠近耶路撒冷 他所要面对到的试探 或者是说逼迫 或者是什么 是会越来越强烈的 所以今天的经文 从第二节这边就可以看到 其实就是有法利赛人就来问他说 人修妻可以不可以 意思是要试探他 意思是要试探他 因为他们就是一直想要抓耶稣的把柄 抓到耶稣的问题 就是想要害耶稣 想要制死耶稣 那这边法利赛人来问他 为什么 问他人修妻可以不可以 其实就是 在摩西五经生命记 是二十四章第一节那边 摩西其实就写生命记 写生命记这边就有说到说什么 人若娶妻以后 见他有什么不合理的事 不喜悦他就可以写修书 交在他手中打发他 离开父家 所以当 法利赛人来问他 人修妻可以不可以的时候 我们的主耶稣真的非常的有智慧 他不是直接回答可以还是不可以 他反而是先反问说什么 摩西吩咐你们的是什么呢 那这些法利赛人就说摩西说写了修书 就可以修妻 为什么那时候法利赛人来这样子问耶稣 其实在当时的情况 对于离婚 其实主要是有两派的看法 有两派的看法 一个是西列派 西列派就是针对刚刚说的生命记二十四章第一节这边 他们在解释摩西所说的这边的时候 他们解释成什么 在任何情况下 只要不喜悦太太就可以修妻 所以是他们对于离婚是非常非常的宽 如果今天可能太太烧的饭不好吃 哇那就可以说我不喜悦我不喜欢 就可以修妻 所以有一些微不足道的理由就可以写修书 这是其中一派西列派的看法 那有另外一派是沙玛派 沙玛派是比较保守 他只准就是犯了奸淫 就是淫乱有了第三者才构成修妻的理由 所以那个时候他们就针对摩西这边写的生命记二十四章 就是有一些解释上面的 因为解释的不同 所以导致看法就完全不同 所以那这边就由这边来看的话 就是这些法利赛人就是想要让耶稣 可能是想要让耶稣说出敌对那时候的王西律的话 想要敌对西律的话 因为这样子就可以导致 好像让耶稣就像施洗约翰一样 因为指责了西律的婚姻 然后导致杀生之祸 所以这边才会说他们等于是试探耶稣 因为就是要让耶稣讲出来 哇就会跟施洗约翰一样 那我们的主就真的很聪明 他不是直接马上就回应就什么 所以从第五节这边就可以看到 耶稣说什么 耶稣说摩西是因为你们的心意 所以写了这个条例给你们 那后面耶稣的回答是 从新回到神起初创造时 造男造女 然后讲到夫妻的关系 耶稣不是直接去回应说 怎么解释摩西写的那个生命记那边 直接去解释那一个规定 或者摩西所写的那个律法 而是重新回到神的心意是什么 而不是直接去解释那个规定 或者能不能写修书 能不能离婚 重点不是这个 重点是神的心意是什么 所以后面耶稣就说了 既然如此 第八节这边说 夫妻不再是两个人乃是一体的 所以第九节这边说 所以神配合的人不可分开 耶稣是要他们想 重新要回去思想的是 神起初的心意是什么 神的心到底是什么 不是规定本身 那其实讲到这个不只是创世纪 其实旧约的最后一卷书信 最后一卷 马拉基书 马拉基书二章十六节这边也有说 这边说什么 马拉基书二章十六节 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说 修妻的事和以强暴戴妻的人 都是我所恨恶的 所以神根本就 他的心意本来就是不可以分开 然后甚至修妻 强暴戴妻都是神所恨恶的 所以神的心是希望 他原本创造的时候 造男造女 他的夫妻关系 他们的关系 或者说他们的家庭 本来理想上是不会有分开的 本来就是应该 这个夫妻关系 或这个家庭是应该一起 一直在神的心意当中 完成神所托付的 要治理 然后要生养众多 要经历享受神的丰富 这是神原本起初创造的 他的心意是这样子 所以从今天这一段的经文 我觉得有很多的学习跟提醒 我们可以一起的来思想 就是从这一段来看的话 神原本起初的心意是 神配合的夫妻关系 应该是要在神的心意当中 神设立的家庭制度 应该是要在神的心意当中 所以重点不是那个律法 怎么解释怎么说 很多时候我们常常都会这样 哎呀可能听到一些规定 或者读神的话 看到一些律法的时候就会讲 哎呀这样到底应该怎么样 才是好的这样对不对 哇可是重点其实是要回到神 你的心意是什么 为什么神可能有这样子的规定 或者神为什么会有这样子的律法 重点不是去看这个律法本身 或规定本身到底对好什么什么 而是重新回到神的心 所以这边耶稣特别讲这些 法利赛人心印啊 那个心印就是根本不受教 也根本不在意神的心意是什么 那个心意就是说 哦完全超级的自我中心 我觉得应该是怎么样 我觉得可以修妻应该怎么样可以修妻 就应该怎么样可以修妻 全部的思想跟考量都是从自己出发 哦这个就是那个心印的意思 心的印就是我所有想的都是我自己 这个关系中合不合我呢 或者说在这个制度当中合不合我呢 这个夫妻关系是不是让我开心 是不是让我喜欢 这个家庭制度我又没有觉得很舒适舒服 如果不合哇我就可能要想怎么样可以修妻 哦怎么样不在这个家庭制度当中 所以啊真是求主帮助我们 让今天我在更多的思想的时候 成神起初创造出来的神配合的夫妻关系 神设立的家庭制度 其实都还是要重新的与神对齐 与神的心对齐 让夫妻关系是与神的心意对齐 那个家庭制度是与神对齐 那如果在更多的延伸的话 其实我们活在这个地上活在这个世界 我们会有非常多的关系 会有非常多的制度 所以无论是在家庭里面的 甚至可能我们在职场当中 我们也会有同事关系 上属跟下师的那种关系 甚至办公室也有办公室的制度 我们在校园也会有私生关系 同学关系 其实我们人活着就会面对非常多的关系 跟团体当中的制度 求主帮助我们 让我们不是像法利赛人一样 那个心意都以自我为中心 然后再做判断这个关系 我高不高兴喜不喜悦 这个制度我想不享受 我舒不舒适 都不是 其实都应该重新对到神的心意当中 在每一个关系中 上帝啊 我有没有与你的心意对齐 你透过这个关系是要怎么样 丰富我的生命 成全我的生命 上帝啊不管在哪一种制度 可能是家庭制度 公司的制度 各样的制度当中 我有没有在这个制度当中被成全 我有没有明白你的心意 是透过这个制度在建造我的生命 求主帮助我们 透过今天的话语 今天的这一段 在耶稣跟法利赛人讨论 能不能修期的制度 我们重新回到神的心意 好让我们面对在每个关系 每个制度 我们都与神对齐 让我们在今生的生命当中 有更多的经历 神的丰富 还有神话语当中的能力 我们一起来祷告 主啊我们到你的面前 向你感恩 谢谢你 你今天这段经文当中 你跟法利赛人的对话 让我们知道 重点不是在讨论那些话语规定 重点是要回到神 你起初创造的心意 主啊愿你今天的话语的能力 充满我们 让我们不是在那个关系当中 在制度底下 我们的心是硬的 而是我们的心是要成为柔软的 愿你话语的能力柔软我们的心 无论面对哪一个关系 或者哪一个制度 我们都重新回到你的心意当中 让我们是照着你的心意而行 是照着你的话语而行 因为我们相信 凡出于你的话 每一句都带着能力 你的能力要在我们的生命当中 完全的彰显 与我们每一位同在 祝福我们每一位 在今天无论是哪一个关系 哪个制度当中 都靠着你的话语而刚强而喜乐 谢谢主 与我们每一位同在 奉于耶稣的名祷告 阿妹 3 2 3 4 4 5 6 6 感谢观看